今日经济日报推介领展823 选选原因是莫德纳CEO预测 他们的疫苗在应对变种病毒株方面 效果将远不如前 制药公司将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大规模生产新针对病毒株的疫苗 市场对疫情的忧虑升温 港股未止跌 策略维持审慎 股份可以关注具有防守性的高息股 例如领展 领展上个月宣布 收购位于澳洲三大领先零售物业的50%权益 市场认为收购对领展收益分派影响正面 五花旗的报告说到 领展的租户销售已经完全复苏 加上收购增长 与其领展即使2023年起 停止每单位14港仙的着情分派推算 着情分派推算领展在2021至2024年 每基金单位分派的复合增长率 仍然可以达到6% 领展昨天收报67.6 跌了1.6% 策略上可以抗65元以下吸纳 中线目标是抵73元 跌穿61元就应该止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